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七少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47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狄无双 这个人物在G1里头只出现了一集 那之后我对他印象的话 我一直以为他是 一段时间以为他是啰嗦 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 那玩具本身的话 是这一波里头 我第一个挑选来买的 那他的人物来讲 整体来说 我是给予比较高的评价 来看一下 他的偷教的部分 看上去几乎是没有 背包的话有一点大 这个身形会让你想到 泰坦回归之后的啰嗦的模具 有一点像了 但实际上把玩起来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手感 而且他这一次的话 没有什么球形关键 你看这里 还有这个手部都不是球关 那所以玩起来的感觉 手感非常的不赖 腰身可以转动 头部的话 前后可以动一下 左右可以看 面雕也是非常之好看 那么他这个头 头有点像扫荡队的那个头 那武器的话 有一把涂满了银漆的枪 以现在的 赫斯伯的玩具来说 能够把漆面涂到这么多了 已经是很少见了 那么另外他还有两个 这个红色的这个部件 那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组合成一支 大型的兵器 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按照说明书吧 好像是这样子放 那可以把它扣在侧边 当然你有其他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式 这个端看你个人的喜好了 然后博派的标志非常的巨大 身上的这个质感摸起来 这个塑胶也是比较好的 整体来说就是会让我觉得吧 是比较优秀的官方的Lux等级的玩具 那造型的话 由于是比较G1风格 所以它的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 感觉是比较强烈的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首先武器呢 把它给取下来 那它的变形呢 这个头啊 就这样直接过来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面板的话 直接往下面盖下来 把它给扣住 然后这个胳膊的话 先往上抬一点 把手给抬进去 这个翻折一下 这个就变成了推进的火 推进的这个引擎了 转一下 扣进去 那么脚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给打开 两侧都给打开 然后呢 就向上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啊 这个脚这个部分啊 把它给推这样子 推到下方 这里也是一样 推过来 这里 推到下方去 这个脚 把它打正之后下去 好 都下去之后啊 我们就先扣下方好了 这里 把它给移到 这个手这里 稍微去干涉到一些啊 下来 然后把它给扣上 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 把它给扣上 红蓝组合啊 非常的明确的这个组合 然后最后就这个手臂 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图跟脑的一个结合 从这边将它给扣上 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一个变形啊 甚至就是有点类似 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腿的变形啊 可以说就是泰坦回归之后的一个啰嗦的这个模具的一个变形了 那它的这个配戴的这个武器啊 可以把它拆开来 那扣在后面啊 这里 这边 但是我这一款的话呢 有一侧 这一侧比较松啊 稍微的遗憾一点 当然是加一点胶水 应该就可以把它补强好了 然后这个招牌的这个武器就扣在下方 那迪雾霜的一个载具呢 啊 就算完成了啊 啊 当然是 那 外星载具嘛 就比较牵强了啊 那放在桌上啊 平稳度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扎实的程度 扎实的手感可能是这款玩具最大的一个优点啊 玩起来真的是蛮舒服的 也比较疗愈 虽然说造型有一点点 嗯 就是嗯 千马行空科幻的感觉 但它确实是有一个老玩具的一个造型 手感不错啊 啊 行有余力的话呢 先把这个玩具带回家 也许不来 而且它的名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 啊 尽管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应该怎么翻 但是中文的翻译狄无双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喜悦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